海巡员与游艇船员合力将废弃的渔网拉上岸 仔细看杂乱的渔网中 有一只海龟不断的挣扎中 大火小心翼翼解开缠绕的渔网 小海龟终于解脱 可以回去啊可以啊 地点就在金庸宇附近的海域 最近出现了许多垃圾 包括废弃的渔网 以及从中南部飘来的磕棚 造成了生态危机 有游艇业者在出海期间 意外发现受困的海龟 立即展开救援 那当天因为我们就像现在的 在航行的过程中有空档 那我们就跟明龙二号的船长约好 就是说因为最近基隆外海 来了很多磕棚 那有很多漂流垃圾 上面有很多网具 那我们就在那空档去清除的时候 就发现怎么会有黑影 黑影会动 然后我们开船靠过去看 是一只海龟 那看起来像戴帽 那我们就立刻进到基隆宇 找那个暗巡第二种对基隆宇的安全所 然后找弟兄一起出来 因为那个网具蛮大的 那我们就一起出海 把网具清上来的时候 并且清除上网 那个海龟上面的网具 那看起来是健康的 那于是我们就立刻把这个影片上传给基隆市政府的那个长官 那长官看了之后我们外伤 那我们就当场再渡出海 再把海龟也放 无独有偶 一名潜水客在基隆外海 也发现了两只海龟 受困在磕棚下 立即拿出了刀子进行救援 其中一只有受伤 将它送到安检站治疗 他那个磕棚是因为已经算废弃了 已经肢体破碎了 所以他在遇到洋流的时候 他会把所有的海面垃圾啊 什么会纠缠在一起 然后甚至连渔网都会在里面 那如果海龟上来 可能在觅食的时候 他有可能就会去卡到网 那那天我们遇到的就是 刚好有两只小海龟 他就卡到了磕棚底下的正气渔网 那刚好他头是可以浮出水面 所以他是可以呼吸 他并没有造成失望 只不过说有一只 我们把它解开来之后 他是健康的 然后他就可以直接回归大海 另外一只是因为 我们看他左祸角那边 已经断了而且溃烂了 我们想要直接放生可能不害怕 先送回来看是海冠网那边 可以协助还是海洋大学这边 可以行复帮他治疗 磕棚不是最主要的动物 主要是那些刘氏网 因为海龟会被残住都是因为刘氏网的关系 他们没有办法作困 那刚好因为前一阵子下大雨 所以南部的磕棚整个流到北部来 要不然西方都是要经过台风面之后 磕棚才有可能会被打散打上海 当然就是变成种种原因 磕棚的关系再加上一些废弃的 巨网垃圾全部它们会聚集在一起 海面上漂浮大批的海洋垃圾 对于海龟等生物来说都是很大的威胁 人类应该重视海洋垃圾问题 才能让海洋生物平安长大 记者黄兽民 吉隆报导